哇噢啊哦 哇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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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慣吃肉的人也可以享受低碳餐 吗 跟牛肉羊肉以及猪肉比起來 肌肉是碳排放量相对较低的食材 今天我们请到了阮事情师傅 来教大家用肌肉做出健康 美味的低碳料理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 是彩椒雞柳的這一道菜餚 那我們主要的材料是 青雞胸的雞柳條 以及紅椒、黃椒 以及小黃瓜的部分 那菇類的部分呢 我們搭配了美白菇 以及珊瑚菇 把這一些所有的食材洗漬 切成適量大小的柳條狀 雞柳的部分呢 加了一點點太白粉水 下去做醃漬 炒製起來會比較滑嫩 那這些食材呢 經過薑末爆香以後 我們能夠讓每一種食材 都能夠呈現出它的風味 那最後呢 再用一點點柳丁柳橙片 來做排盤裝飾的部分 要起鍋之前呢 再把小黃瓜條 以及少許的苦茶油加下去 這樣子一來呢 這一道菜就能夠達到 色香味美的低碳料理 雞肉搭配甜椒 看起來就覺得很好吃 健康又環保 和我們一起下廚動手做吧 每一般的年 pumpkin 都看起來